大家好, 我是Data 今集介紹一間大部份深圳人都認識的酒樓, 鳳凰樓 如果你是喜歡去深圳飲茶, 鳳凰樓必去之選 在華強北的鳳凰樓, 它全名叫做聖賢院鳳凰樓美食會 在2001年7月7日開張, 酒樓面積大約是5300平方米 就算以深圳的標準來說, 依然都是非常大型的酒樓 鳳凰樓分為三層, 一樓是接待處負責登記客人的人數, 安排客人入座 一樓的佈置美倫美換, 一樓的梳化非常豪華 最出色是有個兩層樓高的大型浮雕, 而天花板亦有幾塊浮雕 二樓有四個廳, 分別是龍鳳廳, 茶王廳, 燕翅包廳, 火翁廳 但二樓大廳是很舊式的酒樓, 與一樓的裝修差很遠 二樓大廳可以同時容納到500多人, 客人太多所以比較吵詐 二樓有一個海鮮區, 海鮮幾活躍, 而且種類非常多 大家去到鳳凰樓, 記住參觀一下海鮮區 三樓有36間豪華廳, 但三樓的炒位會比較貴 整間鳳凰樓最多可以容納到千名食客, 規模相當驚人 不過鳳凰樓生意實在太好, 假期去飲茶, 依然經常要等位 酒樓是專門做街坊生意, 很少香港人 有不少深圳人覺得鳳凰樓是飲茶首選 鳳凰樓在餐飲行業中相當有地位, 是粵菜其中一個代表 多次得到全國餐飲百強, 中國最具影響力餐飲品牌 全國十階餐飲名店等獎項 為什麼鳳凰樓特別少遊客去飲茶呢? 因為鳳凰樓的地點不在遊客區 但隨著華強北的開發, 鳳凰樓的地點又方便很多 大家去鳳凰樓飲完茶後, 就可以再去華強北步行街玩, 相當就腳 先介紹交通安排, 由羅湖坐五個站去華新站 需要在路街站轉一次車 由私出口上地面, 向前行幾步, 就會見到鳳凰樓樓, 非常簡單直接 順帶一提, 飲完茶後, 就可以到地鐵站, 經華強北時尚撕高地下街 行兩三分鐘後, 用任何一個出口上地面, 都是華強北步行街 華強北步行街有好多項目, 吃喝玩樂應有盡有, 特別是有九方商場 說回鳳凰樓樓, 點心價錢幾大眾化, 最特別是好多點心都可以只叫兩件 令到大家可以試到更多款式, 我一個人去喝茶, 都試了好多點心 另外, 酒樓的規矩, 假期每一件點心是貴五毛錢, 每一份點心貴一元 鳳凰樓樓的茶位分為普通茶和高級茶, 普通茶位是八元一位 有基本的普利, 香片, 菊花茶這些, 我比較喜歡喝香片 所以我就選了香片, 普通香片都不錯, 有茶味又多香, 而且還燒製 高級茶位要16元一位, 選擇有好多, 好多都是好出名的名茶 有部份茶我未聽過, 而且有服務員幫你沖茶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普通茶都不失色 點心方便, 鳳凰焗餐包四元一個, 用了鳳凰這個名字, 是否酒樓代表作呢 鳳凰焗餐包表面有一層蜜糖, 令餐包更加甜 餐包好軟綿綿, 口感非常鬆軟, 裏面是紫糊泥, 味道不錯 如果是代表作, 誇張點, 但值得一試 米里金湯流沙包五元一個, 流沙包的流沙就好似水 好容易流出來, 大家要小心點, 流沙有蛋黃甜味, 相當好 但當流沙包冷卻之後, 流沙會凝固起來, 味道會大打折扣 所以大家最好趁熱食, 但要小心流沙爆出來 流沙包是必叫之選 水蒸鮮露筍蒸蝦餃, 九元一隻, 蝦餃算幾大隻 大家可以隨便叫幾多隻, 但最少要叫兩隻 蝦餃皮精型剔透, 可以見到蝦餃裏面的大蝦 蝦餃用上原隻大蝦, 蝦肉特別單牙, 非常出色 好少見到酒樓用這麼大隻蝦做蝦餃 對比其他酒樓的蝦餃, 這隻蝦餃是最單牙 而且再加上鮮露筍粒, 令口感更多元化, 必叫之選 手爪蝦絲脆春卷五元一件, 長條形狀的春卷, 用玻璃水杯裝著 不像一般酒樓見到的春卷, 長度大約是一隻碟的直徑, 比較有身 上菜的時候非常熱, 應該是剛剛炸起, 幾熱氣 春卷裏面有胡絲, 春卷比較油膩, 但都可以試試 脆皮杏片炸鮮奶, 五元一件 炸鮮奶底層有杏仁片 炸鮮奶炸得相當金黃, 脆網亦相當鬆脆 可惜主角的炸鮮奶, 不算太嫩滑, 可以不用試 香露汁鳳爪八元一隻, 鳳爪外表幾吸引 最特別鳳爪是圓隻相, 一般鳳爪都是斬開好幾件 鳳爪非常入味, 但鳳爪燜得不夠爛, 所以鳳爪比較硬 如果可以做到骨肉容易分離, 就非常完美, 不過現在都可以試試 最後一味就是妙香沙爪金錢肚, 二十元一碟, 金錢肚排得非常整齊 五件三角形金錢肚, 剛剛好組成五邊形 金錢肚的汁非常野味, 每一件都相當好食 不過金錢肚真的比較少, 性價比不高 底層有四條蘿蔔, 蘿蔔好軟很多汁, 但吸收不到金錢肚的汁 這樣就有點可惜, 整體來說相當不錯, 但金錢肚比較少 今次連茶葉位, 連加一, 賣單是一把十九元, 性價比不錯 鳳凰樓的點心相當好, 它大部份點心都可以一試, 沒什麼伏位 單單看它這麼大間酒樓, 依然經常爆破, 就知道它的質素很好 好多點心都可以只叫兩件, 如果就算是兩間去吃, 限限地都試到十幾樣點心 而且交通都好方便, 附近又有華強北步行街, 不怕是沒有節目 看完影片, 大家記住看完留言 因為好多師兄師姐都會分享猛料給我們 亦都是我和大家交流的好地方 逢星期一三五, 晚上六點鐘, 我都會準時上片 多謝大家支持